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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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往魔龙路移动 这里发觉锦在中路哦跟敌方沃马尔 这里我们使用一个反向的龙马精神这一本万利 成功一圈之后在这个大吉大力跟普攻 受到敌方锦的人头 不知道观众会有没有感受得到呢 我们知道连招是非常喜气洋洋 幸运六岁的 我们这里先使用一个反向的龙马精神 把敌方的沃马赶走 之后呢我们赶紧召集我们的队友过来开启魔龙 吃魔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压着我们的制裁 不要被敌方的小技能给偷掉 那就非常尴尬了 那这里我们来吃个最喜欢的蓝buff 那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好奇 为什么龙马没有魔力要吃蓝buff呢 这个问题的解答呢就交给 小放留言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时候迅速地把小野怪全清 玩打野呢这个吃野怪的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持续的最大效率的吃所有野怪呢 你的等级跟装备就会跟不上 这样子你团战就没那么强哦 因此呢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吃小野怪的动作很无聊 还是很繁琐哦 这是必须的一个阶段 请给我们赶紧过去支援我们的队友 我们要准备一个准确的时机 一个反向罗马精神 借一本万力借大吉大利 就一个普攻射到敌方的马洛斯 这里敌方的景有点远哦 我们把我们的一本万力留给他 优先击下敌方的温马尔 就再使用个大吉大利 成功终结到敌方的景 这个拉致想要跟我们单挑呢 是一个非常粗辱的决定哦 我们先往上靠 再一个罗马精神一本万力大吉大利 成功带走敌方的拉致 完成一个四杀 这时候我们要去找我们的第五杀 第五杀到底在哪呢 普拉大利他是不是要某某传说达人呢 四到现在都没有拿过五杀 我们自己找到一只哥德 我们先往上靠 好他已经往左边移动 我们一个反向罗马精神 预判性的大吉大利 最后再一刀入魂 一个一本万力 成功收到敌方 哥德的人头 虽然是一个延迟的五杀哦 可是有种比没有好 这里我们想要救我们的景哦 可惜我们的冷却时间有点慢 这边我们来吃一个最喜欢的蓝buff 打一团战之后呢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 实际好好的青野怪 青野怪的路线是非常重要的哦 除了能够最大效率的速度之外呢 还可以及时的支援 这里我们先让我们的哥德尔跟罗尔在魔龙附近看视野哦 我们赶紧吃两个补爆 以龙马来说呢 续航能力是一个问题哦 我们知道配装 这里我们的哥德尔在 魔龙去被敌方抓到哦 敌方竟然已多七少 我们先让敌方罗马尔尝尝大吉大利 这里算准时机反向一个龙马精神 可惜没有制裁到 我们先给敌方的哥德尔一个一本万力大吉大利 这时候敌方哥德尔血量非常少哦 目前来说呢 他们的状态不是很好 我们先尝试拦截他 这里找到敌方安景 我们先反向龙马精神给敌方安景 大吉大利 就在一本万力强制把他留着 再一个龙马精神 帅气了几下敌方安景 那龙马已经成为了传说 那精神呢 这里我们先来帮罗尔轻轻兵线 找到敌方的马罗斯 这里看到吕布呢 在吃我们的红buff哦 下路的兵线还在呢 他跑来吃我们的红buff有点怪 那可是没关系我们就先给他 这里找来找看敌方的罗马尔 龙马精神配一本万力 那这里大吉大利有点空哦 那我们就用个普通攻击 把敌方的哥德尔击杀 这边我们先支援一下我们的颈 我们的颈一个小女子呢 推得那么深 果然是女众浩劫 刚刚我们以一套熟练的连招呢 迅速的了结掉敌方的哥德尔哦 这里还找到敌方的拉茲 我们发觉拉茲呢 一直在跟墙壁摩擦哦 一路向北 那这防御条件很少哦 我们就把它却毁掉 这里缓出敌方的拉茲 呃 那刚刚呢 大家什么都没看到哦 原来呢 要破解我们的 新年荷水雨连招法的方法呢 就是靠着墙壁跟墙壁摩擦 摩擦墙壁走位法嘛 我们只先蹲一蹲 使用一个一本万力 这些大吉大利 这里敌方的颈算很少哦 就我们这个龙马精神跟普攻 收掉敌方的颈 这边敌方的支援 其实感到哦 委屈了我们的哥德尔 那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的牺牲 与局位团队的贡献 这时候 魔龙差不多重生 由于敌方的打野已经 被击杀了哦 硬成了他是抢不了这条魔龙 我们就来迅速的吃一只魔龙 大家注意呢 魔龙在中后期以后呢 他没那么的重要哦 不用太执着的去吃 他只有在前面一两条呢 经济效益是最大的 我们现在小虫徘徊 看你们的机会抓到敌方的失误 那敌方的下次在小地图呢 因此我们要去吃敌方的野怪 我们看到敌方在凯撒附近哦 可是呢 估计他们也吃不了 我们看到没有机会呢 直接退到这个上路防御塔 发挤敌方的哥德尔来支援 敌方的英雄呢 都及时露脸哦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敌方三个英雄的位置 进去找到沃玛尔 我们使用一本万里普攻 在罗马精神拉开 敌方的支援还是非常及时的哦 那幸好我们有买魔防鞋 我们的韧性呢 让我们不死 这次我们算准时机 使用一个一本万里再大吉大利 就一个普攻 刷到敌方的沃玛尔 先往下面拉开 躲掉敌方马罗斯的大招 这里先等我们一本万里冷却时间 先给敌方晕眩 就一个大吉大利 再让罗马精神拉开 那我们这次再拉开等待冷却时间 使用普攻跟一本万里 把敌方马罗斯击杀 最后再使用一个大吉大利 成功终结敌方的哥德 那剩下战场剩下我们 一个跟敌方两个 虽然是二打一呢 可是我们是不会怕的 那敌方拉策也修了一个瞬移 这里敌方的井 成功击杀我们的井 那我们的旅布呢 也收到敌方的井 他们的关系呢 有点错综复杂 看看团战呢 是一个四打五哦 我们少一个 可是呢我们也是比较顺利的 打赢这个团战 由此可见呢 龙马在团战的话 会是非常强势的 大家注意到呢 除了我刚刚连招的方式之外呢 我们也要及时拉开 等到我们冷却时间 因此呢 蓝Buff对龙马来说 是尤其重要的 我们进来反个野怪 然后来吃个魔龙 那这一场呢 我们的队友都很喜欢吃我的Buff哦 首先是旅布吃我的红 然后井吃我的蓝 看来他们都想要跟我分一杯羹 嗯分一个Buff 那我就没了 我只有两个 那没关系 对面的野区呢 还有两个 我们等人再去找对方的 自己来吃个灵魂飞鸟 灵魂飞鸟的被动呢 死掉之后 一个会飞的灵魂 那对探视野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中后期 中后期一个失误呢 就被抓死 那这边我们这套配装的缺点呢 渐渐的显示出来了 我们的血量呢 一直都是不满的 可是血量少呢 我们打架也是非常强势哦 要解决这个方法呢 就是把我们的仙灵 换成德鲁一战甲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 这因为我们的手感很好哦 虽然血量少呢 可是我们也不会怂对面的 这你们看有没有机会 给敌方连招 我们先一个反向罗马的精神 跟一百万里把它定着 那这里我们非常勇敢的 哥德尔呢 竟然冲进防御塔 那这一波呢 我们只好先拉开 支援一下我们的罗尔 就选一个一百万里 受到敌方的 罗马尔 刚刚我放哥德尔的进场方式呢 如果我们的剑跟吕布在的话 他这个进场是没问题的 因为吕布呢会转移这个防御塔的伤害 并且警卫收到所有的人头 比较可惜也是他没有注意到呢 队友不在哦 这里我们来帮忙摧毁这个中路的主宝 中路防御塔 如果主宝在外面呢那还得了 我们这时候呢 在外面的适当的游击 那没什么事情发生呢 我们再去清上路兵线 由于我们是带刺杀呢 我们跑速的是比较快的哦 我有试过带吸血 带吸血呢玩起来就是感觉差了一些 可能是心理作用 这边我们算准时机 使用一个一百万里 跟大吉大利 成功命中敌方两个目标 那我们呢 几个翻魂设计也收到敌方的哥德尔 这时候我们再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先把敌方勾引一下 那这里敌方呢 马洛斯冲了出来 我们先往左边拉开 先把他晕眩在原地 这里我们血量真是有点少哦 那这边呢我们血量低的时候 队友都过来帮我们挡子弹 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做法 那我们先吃个魔龙 如果我们的初撞呢 有带一个全能武器的话 我们的续航能力会更好一些 这里来吃个喜欢的蓝buff 这时候我们的队友呢 要注意不要打起来哦 这时候少打多 如果我不在呢 他们打输的话 可能就会被敌方逆转哦 因此呢我发出了一个下号对手被开战的信号 这个信号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信号哦 感觉他非常有用 由于他比稳住我们能营更具体哦 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作战策略 我们进来收个红buff 走过呢顺便清一个小野怪 找到敌方的沃马尔 这边我们打完直接去找敌方的哥德尔哦 反向罗马精神接一本万里 那我们继续追 这边发出了敌方四个英雄 五个都到了 他们成功击杀我们的吕布 我们先拉开往后拉 再往前去晕眩 持续的拉开 这一敌方拉之神要跟我们单挑哦 我们先使用一个被动再接一本万里 最后他使用一个大吉大利成功活下来 这里面反向罗马精神先拉开距离 看敌方是否要继续追杀 那这里敌方追了上来 我们先使用一个丸子晕眩 最后这个大吉大利吸一点血量 再使用罗马精神拉开 我观众朋友们注意到我们连招呢 通常最后一步都是使用罗马精神拉开的距离哦 这里我们把敌方够引到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 使用一个大吉大利成功刷到敌方的拉茲 最后再一个帅气爆表的罗马精神 击杀敌方的马洛斯 这里我们来吃个古龙 对西行人力比较差的英雄来说呢 古龙是最喜欢的 最重视的朋友哦 他会持续回复我们的血量 这里我们先把下落兵线清一清 在游戏的这个阶段呢 吃小兵已经不是为了赚钱了 而是为了把兵线推向敌方反应他 这里我们存到了3000块呢 我们就卖掉我们的打野刀 买出我们的王子之间 王子之间这个位置呢可以换成长生护肤复活脚 主要还是一个比较弹性的位置哦 看你们那场呢需要什么 最喜欢的蓝buff我们又见面了 这里我放了几个地方单抓 大家注意到呢 我们打了好几波团战下来都是少打毒哦 都是使用龙马靠操作打赢团战 这边我们先谨慎的走位 大家注意到我走走停停呢 并不是为了耍帅哦 而是为了掌握视野 这个草双果然有人哦 我们先把敌方的哥德尔赶走 再收到敌方的井 最后他使用了大吉大力 成功的冲创敌方的哥德尔 大家注意到哥德尔呢 由于一直被我们的压力呢 因此他技能是几乎全歪的哦 就是龙马厉害的地方 他还有霸气 这里我们不小心滚进防御塔 那实际好呢 就滚回出来 敌方的中度防御塔呢 持续的在攻击我们哦 可是还好我们就有收到敌方的无马 我们看是否可以利用这个炮车 直接结束游戏哦 这里我放了驴布在弹着防御塔 最后成功摧毁主宝赢了这张游戏 那这一次真的是主宝了 这里有一点呢 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哦 在敌方的防御塔或者主宝范围内呢 如果有我放小兵 我们才能造成正常伤害哦 如果只有英雄呢 防御塔的防御将会大幅的提升 那以上呢 是我带来的龙马的实战解说 如果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影片不错呢 别忘了点个喜欢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呢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我更多传说对决 以及其他有趣游戏的影片 我是尚尔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